又见杀人气失案最新消息 嘉义名装信的计程车司机疑似因为逃色纠纷 上个礼拜三遭人约出谈判之后就没有回家了 家人赶快报警协询 警方查出他在失踪前曾经跟两名男子有密切的联系 而正当警方在追查的同时呢 涉案的两名男子在昨晚 使着改造手枪还有子弹自动投案了 他们坦诚杀死计程车司机还半失四天 嘉义警方上午在嘉义水上香 永清二号桥下面找到了已经发臭腐烂的遗体 面对亲人惨死死者的家属当场痛哭失声